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明星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咱就是说,这季北影节 把红毯环节设置在会展厅外 让各路男星女星顶着大太阳留下真实生图 然后再入场的方式 真的是干得漂亮 脱离打光板和灯光绿镜后 各路明星的真实状态一览无余 对于这一点 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比如经常被说有身材问题的朱一龙 这次就被安排担任评委 并和身高突破1米9的费翔同台登场 从照片来看 和男神费翔相比 朱一龙除了等比例缩小了一号之外 身材看着十分匀称 算是给那些说他头大身子小的黑子们 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还有一项状态不错的夜童 这次身穿一身白色礼服站在阳光之下 意识之间竟让不少人直呼 其实是他美得在发光 而且阳光真的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出场的女星 当众多女星都站在同一平台上后 谁是妈生脸 谁是正容脸 堪称一目了然 00后京女郎身材和脸对比鲜明 红毯上的女星 一般都是作品越多 穿得越正常 而那些作品比较少 乙气不是很足的 则有不少会考虑在身材上做做文章 这次王晶参加北影节 带在身边的新人精女郎云千千 显然就是一个没几部作品的生面孔 而相对应的 云千千的礼服 真的是让不少人大饱眼福 身为标准00后的云千千 这次身穿一件肉粉色的抹胸礼裙 披散着一头精致卷发 温顺地站在王晶旁边 这件礼服最大的亮点之一 应该就是胸前的蝴蝶街了 让不少网友看得挪不开眼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阳光之下云千千的脸 看着却有些奇怪 刚刚24岁的她 虽然猛一看十分漂亮 但是眼神疲惫 细看还点大小眼的感觉 高挺的鼻梁和饱满的苹果精 在阳光之下映下深深的阴影 看着似乎进行过打针或者微调 相比之下 同样是被阳光照得睁不开眼 身穿蓬蓬礼裙 相间半路的周也 一张麻生脸看着就十分自然和惊艳 从生图可以看出 比人千千大了两岁的周也 脸上几乎完全看不到法令纹的痕迹 而且2017年她凭借电影 难以置信出道时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现在七年过去了 周也先后出演了《山河令》 《三桂情史很想很想你》等多部电影电视剧 除了演技渐长之外 脸上显然没像其他女星那样 为了更红更火偷偷整容 这次出现在红毯 堪称气质与美貌并存 简直太好看了 在现场童年龄段中 能从状态和颜值上和周也相抗衡的女星 真的不多 非要选的话 俄罗斯美女纳然 应该算一个 这次纳然的装造也十分漂亮 刻意做的高颅顶披肩发 搭配黑白色修身礼服 让她看起来格外高贵 五官深邃迷人 十分有精灵的感觉 而且纳然的个子确实不低 几乎和站在她旁边的余事差不多 脖梗和手腕都佩戴了绚丽的珠宝饰品 站在阳光下整个人熠熠生辉 除了新生代女星之外 这次到场的中年女星们 表现得也各有千秋 首先就是在进入那场时 狠狠摔了一跤的蒋琴琴 这次她身穿一身绿色低胸开插长裙 仿若玉袍的设计 让她整个人显得十分松弛 蒋琴琴的外貌还是很康达的 看着去完全不像已经要奔武的人 而且更看不出什么整容的后遗症 显然也是天然脸 可惜 抗住了阳光的闪和 蒋琴琴却没抗住那场的地板挽留 不知是礼服太长还是鞋子不合脚 这次参加北影节 蒋琴琴在众目睽睽之下 突然一个不稳柜趴在了地上 膝盖重重砸在地砖上的那一幕 看着就分外疼痛 不过蒋琴琴站起来后 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不是的样子 更没造成什么混乱 这坚强的表现 让不少观众对她心生好感 要我说 这次北影节 中年女星应该才是 颜值比拼的中心 除了蒋琴琴之外 高圆圆和琴海露两人礼服 刚好一黑一白 在红毯上同样十分显眼 高圆圆虽然近期作品不多 但是常年累计的知名度 还是让她得以和胡歌 一起共同入场 而且胡歌处处表现出 引领的姿态 看着十分和谐 即便身处阴影区 高圆圆的颜值也十分抗大 笑起来优雅得体 丝毫看不出皱纹或者皮态 这数十年如一日的美貌 真的是让人服气 而一身白色礼服的琴海露 则是走出了另一种美感 提着裙摆走上台阶的 她笑容甜美 身材却又十分性感 很有风云美人的风范 带着第二十条 参加北影节的玛丽 这次表现也算不错 一身黑色纱裙 从上倒下裹得严严实实 一点也不漏 不过玛丽近几年的 电影电视剧作品是真的多 堪称新一代喜剧女王 所以也确实不用 在红毯礼服上费心思 虽然不靠颜值吃饭 但也能看出玛丽保养的 还是十分到位的 化着淡妆的脸皮肤 紧致饱满 肉感十足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玛丽笑起来的时候 苹果肌十分突出 但看着明显就是胖出来的 而后面跟着走上红毯的 蕾一笑 就真的太假了吧 蕾一笑此次的着装选择 确实让人眼前一浪 与众多女性的传统风格 久然不同 展现出了心中式风尚的 独特魅力 暗红色的马面裙 宛如一幅流动的古画 流淌着浓郁的东方韵味 与黑色的锦身上衣 形成鲜明对比 既凸显了女性的曼妙身姿 又不失端庄典雅 马面裙的褶皱设计巧妙 随着步伐的一动 而摇曳生姿 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暗红色的选择 更是恰到好处 既不过于张扬 又能够凸显出楼 一笑的独特气质 而黑色锦身上衣则勾勒出了 她纤细的腰身 与马面裙的宽松 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使得整个造型 既有层次感 又不失和谐 此次楼一笑的穿搭 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她以心中式风范地着装 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与品味 在众多女性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这样的穿搭 不仅彰显了她的时尚态度 也为我们带来了 全新的视觉体验 期待楼一笑未来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与创意 然而 当镜头聚焦于楼一笑的面部时 不少网友却纷纷表示 此次亮相确实让人惊叹 但恐怕并非出于艳丽质感 阳光散落 楼一笑脸上的苹果肌显得异常僵硬 失去了往日的自然灵动 而鼻子和嘴角的歪斜更是显眼 似乎破坏了整体面容的和谐 不仅如此 她的头发也显得茅草 缺乏应有的光泽和顺滑 这样的状态 几乎让人难以感受到她曾经的优雅与靓丽 或许 这次的造型和妆容并未能完全展现出楼一笑的魅力 又或许是她景气的状态确实有所欠佳 但无论原因如何 这一回的亮相确实未能赢得大多数网友的喝彩 对于喜欢楼一笑的粉丝来说 或许也会对她的状态感到些许遗憾和失望 不过 人非圣贤 岂能无过 我们期待楼一笑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未来再次以最佳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以现在的目光来看 楼一笑和当初拍摄爱情公寓时的虎一飞 真就插在了一张硬脸上 当初爆火后急着去打针 可能是她这辈子最后悔的选择之一了吧 虽然脱离了滤镜和灯光 但本次北影集红毯 不少中老年女星的状态之好 还是好的令人惊叹 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演技和作品 才是一个演员真正的脸面 那些希望通过在脸上动刀子锦而实现领跑的人 最终大概都会在观众的唏嘘声中慢慢沉寂 大家觉得 楼一笑的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